台北西門町竟然飄雪了 原來這是今年台北燈節的一部分 主燈秀式燈 由漁耀西門呈現光龍 龍耀光塵三個章節 呈現包圍及環繞效果 讓各個角落的遊客共享盛舉 配合展演的鯉魚 所噴出的泡沫就像雪花般灑落 有無毒認證 民眾身上沾到甚至吃到都不用擔心 那大家可以見到我們的左手邊 有紅色的鯉魚 一會兒我們的展演的橋段 會先由漁越西門的章節展開 那接著我們在第二分鐘的時候 會回到了我們呈現光龍的主燈秀 那在第三個章節的時候 是漁越西門以及我們呈現光龍共享的展演 那我們希望這一次整個的主燈秀 是可以有一個包圍式環繞式的展演 也就是民眾在各個角落各個位置 他都可以感受到燈光的變化之外 我們有做了很多的特效 甚至一些機械的動態 那在台北這邊 我們也同時用了非常多的永續跟綠色環保的策展概念 我們希望可以率先引領這樣的潮流 所以可以見到我們在主燈的我們這邊的五彩的祥雲 我們是用木材打造的 這個木材的來源能是我們在整個燈具布展的過程當中 所使用的木料寺與的廢紙我們將它轉換為我們展示出來的一個產品 我們希望能夠在未來更多這樣子的一個方式的策展方向 可以大幅的減少我們散燃的垃圾 更可以提高一個綠色的側掌的一個意識跟抬頭 那當然在我們的主燈的本身 它在白天我們是藉著陽光的光澤 本身就會帶著金光閃閃之外 一回大家可以見到我們的龍生其實會隨著燈光 碰滿不同的色澤 包含到青龍 紅龍 甚至到我們黃龍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說利用這樣五彩祥龍的概念 也可以代表台北市民更多美好的祝福在龍年這一刻 那期待好朋友們都可以來看看 那今天我們看到主燈這個很順利的來展現 我想未來在我們每30分鐘一次的展演裡面 它除了美然後有一些空氣感之外 它其實也是一個永續的一個代表 那我們期待大家都能夠來欣賞 台北燈節2月17號全面開展 主燈以純金屬打造高三層樓每半小時展演 搭配音樂製作人K6 劉家凱闖著樂曲 位於捷運西門站出口上的兩隻鯉魚噴出大量泡沫 接著龍生在煙霧環繞下逐步點亮 最後抓住龍珠 象徵抓住目標 完成夢想 那台北燈節最主要是由藝術家跟我們當地的 這個藝文團體大家跨界合作 來將這一些我們的不同的燈具 透過這個不同的展現方式來展現我們龍的意象 來這個訴說龍的故事 那所以啊 歡迎所有的好朋友們 在我們剛才主持人提到的三大燈區裡面 來看我們各個燈組它的特色 想非常歡迎各位今天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那也期待所有的好朋友們 在2月17號到3月3號之間 我們整個展區的燈都打亮之後 歡迎大家隨時到這個西門町周邊來 來欣賞我們2024的台北燈節 所這個呈現的美麗 賞燈路線民眾可以搭乘捷運到北門站 一路向南到西門欣賞主燈秀 或是從捷運台北車站 經過交巴廣場到北門欣賞光雕展宴 再回到中華路 也可以直接從捷運西門站出發 往北沿路至中山塘廣場參觀競賽燈區 欣賞不同燈組特色 記者 問君 台北報導